来 水给我 你说这姜太医说得还真准 娘娘果然是早产了 这算起日子还有两个多月呢 皇后娘娘胎位不正 这是难产哪 在这儿啊 还是田老了最有经验 还得她来转正胎位 才能效果好啊 走 走吧 黎月啊 朕不方便进厂房 你还个嬷嬷问问 怎么还没动情 喳 皇上 要不臣妾过去看看 与妃娘娘 皇后娘娘这一胎呀 极为祥锐呀 人多了 怕冲撞啊 人多手杂 你就在这儿陪朕等着吧 是 皇上安心吧 皇后娘娘已经生产过 两次了 这次也不会有爱的 一定会顺顺利利地 产下一个小阿哥的 可这孩子才七个多月 皇上 微臣已经算过 皇后娘娘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丑时一刻开始发动的 是个上上即时 皇后娘娘这一胎 无论男女 一定是平安享瑞 贵不可言 好 若是公主的话 朕即封为孤伦公主 若是皇子 就叫 就永景吧 去玉枝花彩之意 景 玉枝光彩也呀 皇子行永自辈 公主行景自辈 皇上取此名可见重事 谢皇后娘娘有孕之时 紫微星华光闪耀 皇上取此真名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 主 喝口茶 热热嗓子吧 这天都亮了 皇后那儿有消息了吗 生了一夜了 还没生下来呢 皇后那儿又出事啊 你就把包太医那方子 给田姥姥 奴婢知道了 可您那方子有用吗 田姥姥那女儿的病啊 是世代传下来的 扁鹊再世都救不了她 这既然无用 那您这方子 只是让她发病的时候 没那么痛苦罢了 也就田姥姥爱你心切 真以为能救得活的女儿 可这往后 田姥姥要是发现了 可怎么办 皇后生产出事啊 真以为她能逃得了多久 还忍着点娘娘啊 这催产药都喝下去几晚了 龙太岳父还小 应该很快就能生出来 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啊 生了 生了 怎么没动静了 是不是生了 但 怎么没有孩子的哭声呢 皇 皇上 皇上受罪 怎么了 是不是皇后不好啊 回皇上 皇后娘娘产承不顺 这都许久才 胆下一位小阿哥 阿哥 那就好 果然是个小阿哥呀 可是 可 可是小阿哥落地时 已经没了气息啊 怎么会 回皇上 皇后娘娘娘年纪四十 身体已不如年轻时 适合生命 况且 小阿哥在皇后娘娘肚子里 已经转偏了 如今又封娘娘难产个早产 所以 所以 那 那皇后娘娘如何 皇后娘娘生产时 用力过度 气节晕卷 微臣已经给娘娘喝下了山参汤 休息片刻 你怎么能耗起来 朕的嫡子 怎会如此 没没 没想到 十三 你不是说这一胎只想为这胎吧 为何会如此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微臣也观星象 这一胎的确是皇子 至于为何要折 微臣确实不知啊 皇上 恕奴婢大胆 民间有个说法 说女子生产 若孩子没了 便是母亲命应克了孩子 还敢胡说八道 还敢污蔑皇后 奴婢不敢啊皇上 奴婢说的是真的 民间确实有此说法 子活母王是子克母 子王母活是母克子啊皇上 贱婢 便就是你们皆生不得力 还敢在这里妄言犯上 我绝对饶不了你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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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娘娘 姥姥说得也有道理啊 皇后娘娘的生辰 是五十年二月初始有识三刻 本来是个尚好的生辰拔字 可这与子微星相合 诞下了祥瑞之子 可这这这 这子微星本来就想不住 皇后娘娘的命数 所以就成了伤子 仿佛人丁不清的伴相啊 你 小阿哥未出生之时 你急进阿谕言说祥瑞 现在小阿哥未能平安降生 你却把一切 推到皇后娘娘身上 你 皇上 臣妾恳求皇上 致皆生姥姥天事 有侵天间奸政 保言犯上之罪 皇上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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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臣不敢妄言 小阿哥若是落地 必然大跪 可偏偏是生母刻住了她 不让她降生 微臣也是没有办法呀 而且当年五公主一出生 也是心急幼年幼者 如今想来 这也未必与皇后娘娘的命数 无关的皇上 简直一派胡言 你罪该万死 皇上 千万不能饶了这些奴才呀 十三阿哥永靖 乃朕的弟子 朕心之所爱 然天不佳年 不能劝父子缘分 追赠十三阿哥 为道锐皇子 葬余 端回太子缘情 是 皆生一种人疼 照料皇后生产不利 一律出宫 永不再有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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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天见奸战 皇上 妄言犯上 污蔑皇后 隔职 出宫 一律出宫 你可不可以 莫得 你 这儿 是 我 老大 梦 你 侯 您不去看一眼十三阿哥吗 朕不敢 也不忍心面对自己的孩子 离开元氏 明大人 还愣着干吗 赶紧走啊 荣沛 这儿你先看着吧 姐姐又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真不知道姐姐醒来知道了 会伤心到何种境地 您关心皇后娘娘 也得当心自己的身子啊 否则 还有谁能够陪伴皇后娘娘呢 这外头又下雪了 冷得叫人难受 于飞 皇后娘娘怎么样了 还没醒呢 为什么 为什么保不住 为什么都保不住 皇后娘娘 是不是还不知道啊 等皇后娘娘醒来 知道了可怎么好啊 皇上呢 皇上上朝去了 让我陪着 让我陪着姐姐 皇上不在 那可不好啊 姐姐姐 姐姐 皇后娘娘 好 孩子呢 抱给我看看 艾兰 姐姐 十三二哥和你冤保 先一步走了 艾兰 你说得这么急 皇后娘娘难受得住啊 姐姐迟早要知道的 是难缠 姐姐太胃不撑 十三阿哥的缠绳拖了太久 所以孩子没保住 孩子呢 孩子呢 为了免您伤心 皇上已经吩咐把十三阿哥送出去了 请您敬爱吧 不见也好 皇后娘娘 当初臣妾就是因为看到了六公主去了 那种心痛不如不见 已经送出去了 已经送出去了 今天前 不是说这一胎是祥瑞之胎吗 怎么刚里落地 面都没见 就没了 今天见您吧 一会儿说 皇后娘娘这胎是祥瑞之胎 一会儿又说是您自己害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话根本 皇后娘娘 盈妃她是伤心过度 话都说糊涂了 姐姐 钦天剑说的都是混话 皇上已经将钦天剑剑证给割职了 姐姐不必理会 皇上 皇上 皇上还替十三阿哥 取名为永济 追赃道任皇子 遂赃端回太子元亲 皇上呢 皇上已经上朝去了 说晚点来看姐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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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娘娘 这是安氏不许的糖尿 请尽快服下吧 张与斌 本宫有云 七月有予 你日日为本宫整蛮 孩子不都是好好的吗 娘娘有孕时还算安稳 但生产之时 微臣虽然参与 但只能在外面候着 不能靠近 只是听里面的姥姥们说 您胎胃不正 给您推了一夜的肚子 才让小阿哥降生 田姥姥一直说娘娘胎胃不正 帮娘娘推辅 已有月余仍未推正 生产时更是推了一夜 娘娘疼痛万分 直到龙胎不动了才生了下来 娘娘 奴婢觉得 此事蹊跷 可对付这事除了田姥姥 没有人懂 去回避皇上 要查至四位仅生姥姥 尤为七十天姥姥 是 皇上 朕写给永景的记文 放在桌子上 你送去安华殿焚化了吧 是 那皇后娘娘提出 查究接生姥姥之事 皇后 要是想查那些 接生姥姥也可 只要他心里能烧家安慰就行 是 皇上 还有一事 秦天剑金正被割职 畏罪服毒了 死了吗 被发现时 身子都凉了 皇上 她是该死 皇上 您是信了 惊天剑的言语了 朕要是不信她的话 也不会对皇后这一态 觊予那么深的厚望 毕竟 当年淑妃的事情 惊天剑 就一早说终了 再往前 孝贤皇后崩世之事 秦天剑也是字字眼中 姥奴婢说 天相之言听过就罢 历来郡王 有谁不重视天相的 皇上 您还没去看过皇后 您不会信了 秦天剑所说 皇后娘娘 刻了小阿哥的说法吧 朕也不相信 可是皇后 罢了 不说这些了 皇后人怎么样 好些了吗 身子痒过来容易 但精神总不大好 你叫他好好养着 朕一得空 就去瞧他 是 uters 展击 展击 可以吗 帮就可以平成 Cinco 你得被我们做主啊 你说我们都被抓进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如天姥姥 天姥姥 你怎么说话呀 天姥姥 你帮我们出去 我们是天宝的 帮我们出去啊 天姥姥 您想明白了吗 是招还是不招 知道的 我都说了 可您说得不尽时啊 太医说了 皇后娘娘怀胎时 是有早产之下 可是早产 应该是落地很快 就算胎位不正 也不会难产到如此地步 于是咱们就怀疑 皇后娘娘是被人 故意拖延成难产 乃至十三阿哥夭着 我哪能知道 好 好 您若再不招啊 打您也没用 只好把您的家人请来 所有的刑罚都用在他上上 听说 您有个儿子在京城住着吧 别动我儿子 别动我儿子 那可由不得您了 来人 我招 我招 既然您开口了 就吐个干净吧 我招 如意 皇上 给你的补药都吃了吗 怎么还是那么憔悴啊 容金的事如何了 天使心心狠毒 已经畏罪自尽了 你别再管这些事了 要好自己要紧 他为何要这么做 天使死前说是你苛待他 所以心存怨恨 在戒生的时候起了歹念 想要拖延产城让你受苦 结果却害死了容金 臣且什么时候苛待过他 景寺出生之时 正逢淑妃离世 又逢水灾 倒是你为了提须事情 将景寺出生的赏赐减半了 但当时天使正风手头短缺 又减免了赏赐 于是心存怨恨 所以趁容金出生的时候 报复谢分 皇上 臣妾不相信 一个阶神的姥姥 会为了几十两银子 谋害皇寺 这背后不一定还有什么 天使固然死不足惜 但追根究底 也不是全然与你无关 不相信 用心是朕盼望已久的祥瑞之子 结果却因此违心 合不住你的命数 母村自亡 皇上的意思是 皇上觉得臣妾 就如倾天剑所言 渴死了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会在哪儿呢 罢了 一提到容金 朕的心里就难受得很 便不想再提 如亦 咱们还一还上信 再见面吧 你好好养着 尔娘 尔娘 弟弟也没了 妹妹也没了 可是永鸡在 额娘 陈妾在外面听到的那些话 实在是太难听了 都说不出口 本宫若是顺利地诞下十三阿阁 人人都会来阿谀奉陈 说本宫是一个福德深厚的人 没了公主又得了个皇子 如今狮子自然也有人暗地里称快 他们会说本宫是一个命数不详的人 害了自己的儿子 六公主没的时候 那些见嘴薄舌的人 定也是这样在背后一论臣妾的 落井下石 便是他们最擅长的了 臣妾一定要去告诉皇上 割了他们的舌头 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你的族人刚才准格尔立功 不要因为你的任性而淡漠了 可是明明是莫须有的事情啊 莫须有的事在宫里还少吗 人的疑心啊 是笔什么利器都更能伤人的 姐姐 方才我让荣沛 带十二阿哥去养心殿 向皇上请安了 皇上可以不愿意见姐姐 却不能不见自己的亲生儿子 或许 皇上见着了十二阿哥 心里能有所宽慰吧 儿臣敬皇阿玛阿 令娘娘阿 好 十二阿哥有礼了 令妃你有着身子 快坐下吧 来永洁来皇阿玛这边坐 十二阿哥一直惦记皇上 一直嚷嚷着要来给您请安 奴婢实在是拗不过他 血一停 就把他送了过来 这外头这么冷啊 你仔细冻着 你额娘 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了 皇上 您快瞧瞧 十二阿哥又长高了吧 嗯 是长大了 哥也高了 皇阿玛不来看儿臣 儿臣想皇阿玛 也想娶乐的弟弟 十二阿哥身具孝涕之情 实在是难得呀 嗯 永洁啊 你若是想皇阿玛的话 就多来养心殿看看皇阿玛 那额娘也想皇阿玛呢 你额娘未必想见皇阿玛 黎玉啊 外面刚停了雪 天寒地冻的陆叶华 你让零车一起送永基 到益昆宫去 喳 皇阿玛 儿臣想去玉花圆者梅花 额娘喜欢的 好 好 黎玉啊 仔细护送着 喳 去吧 儿臣告退 去吧 来 十二阿哥 奴婢告退 十二阿哥受皇后娘娘调教 这般懂事会说话 真是难得 这孩子的如牧之情 做不得假 只是可惜呀 十三阿哥 本该好好跟十二阿哥在一起的 只盼着臣妾这孩子生下来 能赶上十二阿哥半点乖巧 臣妾也就心满意足了 和娘最喜欢玉花了 每年冬天 皇阿玛都会让人送玉花来 可是今年没有 以后皇上会记着的 你们知道和娘最喜欢 什么颜色的玉花吗 十二阿哥 让微臣来猜一下 微臣猜额娘喜欢的是 绿梅白梅 如果都没有的话 红梅也好 对吗 你真聪明 可是我够不着玉花 来 让微臣来绑你 抱着你摘 玉花喽 来 这个 这个成这样 摘下来 摘下来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就没花雪了啦 娘 我回来了 祈 咳 娘 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来 哥娘 这是儿臣亲手折的梅花 你喜欢吗 喜欢 小手这么凉 去多穿一件衣裳再来找哥娘 是 那哥娘要把儿臣的梅花摆起来 好 去吧 十二阿哥 奴婢带您加件衣服去 坐吧 奴婢还得回去伺候皇上呢 今儿就不做了 那下回 微臣告退 李云哲 你留步 能够有些话想跟你说 是 那奴才先告退了 娘娘 近来身体可好啊 其实皇上一直惦记着娘娘的身体呢 这十二阿哥特意给您摘的梅花 也是希望您常开笑颜 永居是个孝顺的孩子 娘娘所言极是 皇上也很疼十二阿哥 今儿还说呢 要有空的时候 让十二阿哥尝去阳心殿玩 最近长出宫回家吗 是 天师虽然已经死了 可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不安 你若是出宫能帮我查一查这事 也是挺好的 只是这事怕是有点难 但或许已经死无对战了 或许也会 也会让你受牵连 损了你的青云之路 娘娘眼中了 娘娘放心 微臣一定接近全力 为娘娘搬头 黎哲 多谢你占权了我和永静的骨子之间 如果这件事到田师这儿 就另无隐情了 永静在九泉之下 也可以少少迷雾的 娘娘 您心中的苦 被震动 曾经在蓝宫的时候 虽然你我都彼此落魄 但至少 我们还可以相互关照 但现在如今不同了 云你有别 微臣能为您做的 就是无论您需要我做什么 只要微臣能做到 一定尽心尽力 万死不死 还请娘娘放心 在宫中半生 可依靠的人不多 能托付的人就更少了 幸好有你和海岚 可依静 多谢您了 丽政 娘娘客气了 娘娘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您是太后宫里的 是 皇后娘娘 太后请您和十二阿哥 往慈宁宫已去 知道了 奴才告退 你 您是太后宫了 你又是太后宫 倒是最后宫 我们太后宫悯了 今天下午四宫 去前段 人力去查田氏之事 一直查到 田姥姥儿子手里 有比为数不小的银票 都是一个叫 克里耶特扎琪的男人 给田姥姥的 而这个扎琪 是于非娘娘的侄子 你是不是查错了 海澜不会的 田姥姥的儿子田骏 之前对微臣说 田姥姥曾向她提起 是于非让田姥姥 对十三阿哥下手的 微臣知道 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前来与皇后娘娘伤害 凯兰做这事 与他有什么好处 于非和娘娘一直交好 娘娘又那么疼吾阿哥 于非和娘娘的情分 可比旁人深得狠啊 于非不可能的 皇后娘娘 微臣已去打探过 找了些熟悉扎琪的人 他们都说 曾经听扎琪扬言 说只要皇后娘娘的 嫡子在 这吴阿哥 便难有策利太子之日 如果扎琪说的话是真的 那于非娘娘要害你 也不是没有利用的 竹儿 十三阿哥轰了之后 您抄了那么多经文诵读 想来 也可安慰十三阿哥亡灵了 能寄一份福 就是一份福 这是眼下 我唯一能替姐姐做的事了 竹儿 不知为什么 士鬼们将咱们 延禧宫围起来了 走 这是怎么回事 于非娘娘 奉皇上旨意 有话要问你 有话就问 何必这么大阵仗 再说 后宫的事 奋属中宫管辖 皇后娘娘知道了吗 奴才要问的 就是皇后娘娘的事 问 那奴才就抖挡了 于非娘娘 皇后娘娘的十三阿哥 一出生就为人所害 是不是您指使的 你说什么 于非娘娘您别急呀 奴才这不才问您吗 您怎么就急了呢 本宫有什么好急的 于非娘娘可知道 田姥姥唯一的儿子 田骏 死了 凶手就是您的侄子 扎琪 皇后娘娘 奴婢方才经过延禧宫 谁知听说 于非娘娘被皇上派人 带去盛行司查问 说事和十三阿哥的事有关哪 皇上查问海澜 皇上怎么会 微臣彻查期间 一直是谨慎小心 没有跟皇上提起过半个词 此事太过蹊跷 三宝 去打听一下 扯 输 输 输 快输 输 还嘴硬 快输 老爷呀 果果 你可来了 快救我 他们已经 对我悠悠好几天了 我实在没办法 才把你供出来 就是你支持的 你赶紧认了吧 跟我没关系 你再不认我就能死在这儿了 姑姑 我可是你唯一的侄子呀 你真无耻 姑姑 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呀 是你让我去帮你杀了 天女的 你怎么能这么害我呀 就是她 就是她指使天老害死 是哪个 于飞娘娘 您看您侄子都这样 这儿 您还是招人了吧 大不了 你们就对本宫用刑吧 反正本宫什么事也没做 姑姑 那奴才 只好先把您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娘娘请吧 接着打 姑姑 我 我没有你这样的侄子 你做的事 你就自己受着吧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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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姑姑 姑姑 开门 你带本宫来这里做什么 这是直接把本宫当罪奴了 其实人证物证都在 未必就少您一去招人 既然迟早是接下酒 您先祝习惯了也好 您说 本宫即慎行司 就是为了要洗清冤屈 没什么好招人的 好 怪到说令妃娘娘怀的是阿哥呢 当心 原来这永寿宫前是这中司门 多吉祥的一个地方啊 是啊 这中司门啊 可是白子千孙的吉利店 夫人这回来啊 我们主别提多高兴了 这娘家人进宫陪产的荣耀 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知道 都知道 这不是一阵风似的不就来了吗 生怕耽误了令妃娘娘 令妃的额娘 什么品线也没有 也大摇大摆进宫了呢 这宫里接连没了孩子 令妃这一胎 倒确实宝贝些 再宝贝 也不过是个妃子的孩子呀 别瞎说 令妃这一胎若是平安 皇上心里好受 皇后娘娘也好过些 与妃娘娘进了慎行司 皇后娘娘能好受吗 娘娘这几日光是做金帆 也不说话 容姑姑 你说皇后娘娘 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于妃娘娘 不会是真的害了咱们十三阿哥吧 娘娘 奴婢是想 现在旁的不说 于妃现在在慎行司里 您看您要不要去求救情 好歹 别让于主在里面受苦 在无定论之前 皇上是不会让海岚吃苦的 那就好 慎行司来的供词你怎么看 要说于主会害咱们十三阿哥 奴婢自然不信 可这慎行司 一日一份证词送着 众口一说 奴婢心里 难免会生出一些遗影来 你就生出遗影了 更何况旁人呢 奴婢是怕 万一奴婢信错了 对不住咱们十三阿哥 奴婢也想 这定是有人 刻意冤屈于主 可奴婢 又实在是想不出来是谁 好 娘娘 娘娘 皇上 皇上来了 皇上看皇后娘娘 是极寻常的事 你这么高兴外人看见 还以为皇后娘娘真的遭冷漏了 是 姑姑教训的是 是奴婢一时欢喜过了头 下去吧 是 娘娘 奴婢伺候您接驾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安 但是 皇上也稍要走 她uffle 她的姐姐 秦樊人 ranks棍 坐在那里 她 女人 タ serait莫 lett了 一直在做经番 做好了就让奴婢送到安华殿去 果然惊喜啊 这是做给永景起伏的 自然惊喜 地牙全完全欢迎 给永景起伏的 在鸡短道路上 享用法兰庙 本期间 Telimport 皇后娘娘日夜赶吃荆番 昨儿有些咳嗽了 奴婢给娘娘备的茶 是下火的金献菊茶 皇上 给这少子 可是暗香汤 是 御茶坊别的可以 若论这暗香汤 想来是比不过奕婚宫的 到底是皇后娘娘的一点会心 且如今春噪 喝暗香汤润沸生津 只是怕皇上 怪咱们准备的不合时宜 这是心意吗 哪有什么合不合时宜的 果然青天赋予 朕珍惜想念你这碗 满香汤的滋味 庸井离世后 朕一直记挂着你 可总是跨不出一步 来见你 朕本以为咱们的庸井 是被田氏害死 却没想到 有可能是被于妃 嫁借田氏之手暗算 田氏之子田骏死于家中 下手灭口的是于妃的侄子 乍七 臣妾敢问皇上 扎琪为何在事发的时候不动手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杀呢 是你让令云车出宫 查防此事的吗 是 臣妾一直觉得田氏报复之事有人指使 所以就派令侍卫出宫查房 据扎琪所言 他正是被林荫车与田君的往来惊动 才在于妃的指使下痛下杀手 而扎琪也招了 是于妃拿银子贿赂天使 故意使你的台位不正 延长了产城 才害死了佣景 皇上 臣妾是不明白的 即便有扎琪的供词 于妃为何要害佣景 看了扎琪的供词 朕也在疑虑 于妃虽然不得宠 但却一直安分 皇上是知道于妃的好的 于妃不争宠 尊荣和位分 还有赏赐 都不是她想要的 那她想要的 究竟是什么呢 朕的皇子中 救赎永齐最出类拔萃 难道 他是看到朕偏腾永齐 才要杀害朕的祥瑞之子 而为永齐铺路吗 皇上 于妃与臣妾相伴多年 她如若想要害臣妾的孩子 比谁都有机会 她如若忌惮嫡子 早就可以对永机下手 何必等到永瑾呢 臣妾久居宫中 与于妃并肩扶持 臣妾相信于妃 不会害臣妾的孩子 如意啊 臣妾 臣妾年少的时候 也很相信身边的人 但皇阿玛冷落 皇娘私心 兄弟争宠 妹妹疏离 就连朕的嫔妃 还有孩子 都各怀鬼胎 甚至还要行刺朕 所谓的信任 不过是净华水月罢了 臣妾明白皇上的反忧 只是田氏一世 就算人阵无阵俱全 臣妾也还是有异性的 田氏母子已死无对阵 扎琪是于妃的侄子 可并不见得对于妃忠心 她若是忠心便会咬死不说 她倒是一用刑便吐得一干二净 像这样的人 用许多方法 都可以让她说出违心的话 皇上 事已至此但求彻查 不要冤枉了任何一个人 可并不许多方法 看来皇后 还是相信于妃的 你放心 朕一定会给咱们的孩子 一个交代的 到了用完膳的时候了 不如朕 留在益宽宫里 陪你一块用膳吧 皇上 六公主夭折之后 尹妃 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皇上若得空 皇后传爱六公 果然先得 女孩 尹妃 他们虽然不敢对您动行 但是只会更加克待您 本宫劳烦你转达一件事 本宫想要见皇后娘娘 都这个时候了 您还 奴才尽力而为 皇后娘娘 慎行司传来消息 于飞想要求见皇后娘娘 怎么求见 难道让皇后娘娘 预不踏入慎行司吗 于飞 有谋害是什么 十三阿哥的嫌疑 一切交由慎行司处置 本宫去了也是枉然 是 微臣凌云彻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皇后娘娘 微臣继续彻查 曾见扎祁出入过一次卫府 而且跟令妃娘娘娘的弟弟 左禄 喝酒赌钱 令妃的兄弟 不过微臣只见过一次 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什么 请皇后娘娘放心 微臣一定彻查到底 弄清楚扎祁和左禄之间的关系 不用了 你已经为本宫查得够多了 你还要在皇上身边当差 这件事本宫安排别人去查 多谢皇后娘娘 那微臣先行告退 娘娘 林大人如此精干 为何不让她查了 李云彻却是妥当之人 只是这事涉及到魏燕婉 和她的兄弟 李云彻又是和她们一块长大的 就不要为难她了吧 弄并明白了 还是娘娘信息 去把李玉和江雨宴找来 保佑我女儿燕婉 平安产家归子成为皇后 保佑我女儿平安产家归子 成为皇后 平安产家归子 成为皇后 产家归子 成为皇后 产家归子 成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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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家归子 成为皇后 赶紧弄我开门你 弄我开门你 弄我开门你 你看清楚了 啊 不鞋骨阻伤是大罪 奴婢不敢隐瞒 你是个聪明人 若真查出来是吴骨人 你伺候着她 你也跑不掉 李公公 你一定要救救我 起来吧 你懂得来找我 我就会救你 我不光会救你 明年找个机会 我尽快送你离开 多谢公公 来 你告诉我 那个坡是什么样子 是 皇上 慎行司传来消息 扎琪受不过刑 死了 恕奴才多嘴 扎琪死了 可口供一直未改 于妃娘娘也未招人 这事儿 这人证物证 都对于妃不利 即便是皇后信任于妃 朕也不能毫不理会 此事是一件 奴才还另外知道一事 不敢不来禀报皇上 何事啊 前朝疑惑 今日再现 皇上 宫里宫外都闹上污谷了 卓儿 累了吧 是啊 这肚子大了 便是走不动了 卓儿 您回来了 哎 额娘呢 玉虎姑姑说呀 皇后娘娘请生育过的嫔妃 和老夫人们过去喝喝茶 顺便说一下生产的事儿 有这样的事儿啊 自本宫有孕已来 这嘴就闲不住 坐在这轿子上看着紫禁城啊 跟着走在地上看真是不一样 奴婢没坐过软轿 不懂夫人的感受 坐在别人肩上 看着红墙绿瓦的特别清楚 走在那地上只能看得石头缝 哦 紫禁城风景别样 您啊 就抓点时间多看看吧 这做教的恩典呀 寻常命负是得不到的 那是 谁让我们家令妃得皇上宠爱呢 您有福气生了个好女儿 嗯 嗯 妹子 来 扶我一把 坐了一路的轿子 这陡然一战哪 腰酸腿伐的 喂夫人 一胡姑姑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人 正义不伺候人哪 哎呦 妹子 我这 不妨事 不妨事 令妃孝顺夫人 事事让您享福了 哎 夫人您抬尊墓 这就是怡昆宫了 哦 那是 我那闺女啊 特别孝顺我 她什么都听我的 哎 皇后娘娘在这里边等着我呢 哎呦 真漂亮 原以为 并非娘娘那儿 就跟龙宫一般了 没想到皇后娘娘这儿啊 才是腰痴仙进呢 怪不得人人都想做皇后呢 嘘 夫人 来 沈爷 皇后娘娘等着呢 你快跟我进来吧 哎哎 来 快来 哎呦 这阵仗 真气派 比并非娘娘那儿气派多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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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准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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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万福 万福万福 福人快快行礼 这是宫中并非民间 万万错不得礼数 哦 礼数 礼数 哦 妾身为阳氏 拜见皇上皇后 皇上万安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夫人见面 便这般亲热 真是难得 这二位是 这是尹妃娘娘 这位是纯贵妃娘娘 妾身为阳氏 是 见过二位娘娘 听闻魏夫人 也在京城置办了宅子 和柯里叶特氏 同住在陈东 想必也是经常有来往吧 妾身与余飞娘娘家中 并无来往 你们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走 快点 老头 胡太在 带这本爷 四处拽着 你说 这本爷 我这这可是皇上的妃子 你们要对我干吗 别怕别怕 这顺行司的七十二道刑具啊 那是样样精美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李公公带人在宫外干得漂亮 咱们也不能空手而回 对了 宫外抓回的那个左路在哪里 李大人带着关进圣行司了 正在审问呢 证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奉皇上旨意搜查永寿宫偏殿 放肆 偏殿是本宫额娘的住所 岂能随意搜查 皇上不查令妃娘娘所去殿阁 必是格外有的 皇上的圣旨呢 若令妃娘娘要是不信 大可亲自去易坤宫问皇上 皇上在易坤宫 搜宫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无论是谁的意思 令妃娘娘 您护好自己 千万别动了抬起 走 好 搜就搜 本宫看你们能搜出什么来 走 都过搜仔细了 这个东西夫人可曾见过 这是什么娃娃 做得这般丑 其实没见过 这般难看的娃娃 有人却觉得送给本宫 是最合适不过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不偶尚的生辰八字 勿须年二月初十日 有时三刻 夫人可知道是什么日子 这种东西妾身都没有见过 怎么可能知道是什么日子呢 你不知道朕就告诉你是什么日子 是皇后的生辰八字 这不偶杜妇龙起扎满银针 是在皇后有遇事 使得巫蛊之数 此巫术 一可害人 二可伤子 三求断阻绝孙之效 害人伤子已是罪大恶极 断此绝孙 也是要断皇上的子孙 其心之毒 闻所未闻啊 这 这皇后娘娘的生辰八字 妾身怎么能知道呢 妾身不知 妾身真的不知 这不偶一共有四个 分别被埋在卫府的 东南西北四个角 这些不偶呢 就是皇上派人 在你的府中搜到你 卫府 没有 没有 这种东西都是贴身藏的 怎么可能埋在府 是吗 金正宏公公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皇上有纸 没纸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明白 我是去看看什么时辰了 好给皇上上上点心 皇上没传 咱们还是候着吧 您说呢 是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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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着啊 没有皇上的旨意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是 是 本宫不知如何得罪的夫人 竟被如此诅咒 至此未见天日 又有何辜 为夫人是要害了皇上的子孙 才欢喜吗 夫人莫说 不知皇后娘娘生辰 今遂皇后千秋节 夫人托令妃 送的贺礼还在库房中呢 难不成这贺礼是假 蓄意诅咒才是真啊 妾身冤枉皇上明鉴 扎琪曾经去到你府中 和你密谋陷害于妃之事 她曾亲眼看见你制作布偶 扎上银针施法 埋于府中四角 诅咒皇后与皇子 难道她还能冤枉你不成 这天杀的扎琪 这个混账 在我府上混吃混喝也就罢了 她还满嘴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扎针做布偶 埋在我府中死角了 给我天大的胆我也不敢哪 皇上 这扎琪啊 是羡慕我府中有宠 她为她姑母于妃不平 所以她陷害妾身 魏夫人 先前您还说 和克里叶特氏并无来往 扎琪又如何去您府上 混吃混喝了 皇后娘娘方才只问你 是否与克里叶特氏 府上有所往来 你想都没想便说 你与于妃府上并无往来 可见你所时所知的 克里叶特氏 唯有于妃母家而已 你这前言不搭后语 还敢抵赖说你不识扎琪 皇上 这扎琪已经死了 可她的话 都是陷害妾身的 什么巫蛊 什么陷害于妃娘娘 妾身不知道 扎琪替她姑母杀人灭口 串通皆生姥姥田氏 杀害十三二 扎琪都已经招任了 与你商议过此事 是 春贵妃娘娘 那扎琪就是持久赌钱的混混 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这叛巫皇亲那可是大罪 皇上 妾身向神明取咒 我从来没害过皇后娘娘 于妃娘娘和十三阿哥 皇上 巫蛊之事出于魏宅 何人可以冤屈 扎琪出入魏府 也是有人亲眼所见 令泽 在魏府搜出来的金银珠宝 大多出自宫中 可见令妃虽身在宫中 却与家中往来密切 跑不齐 她也参与了此事 皇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 魏夫人 与皇后娘娘于妃并无冤仇 还不都是为了令妃 若说此事 令妃能撇清关系 臣妾也不相信 给我搜 都搜仔细了啊 快点 把那个柜子打开 静静 这是怎么回事 东西都倒出来 快点 我也不知道 主啊 这可是巫蛊 是死罪 你给我闭嘴 您额娘敢在宫里动物 真的是不要命了 不会的 我额娘不会这么传的 李公公已从魏府搜出了四个 胆敢诅咒皇后 真的是不要命了 走 不行 我要去见皇上 去见皇上 走 皇上 臣妾派了凌云彻 带左路入宫查问 想来也快有结果了 左路 皇上 左路年也无知 惊不得惊吓 只怕他胡言乱语 污了圣上的耳朵 胡话也是话 朕得要听听 他能说出什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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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大人到了 让他进来 檜新体 震 小皇上 和皇上 情人 是 заб 吗 皇上 certeza 什么鬼华府 皇上 左路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识 大字也不认识几个 所以字迹歪七扭八 毫无纹理 只能写个大概 凌云彻 你对左路动行了是不是 凌云彻 你这个臭小子你 喂 夫人 不能无礼 皇上 左路一尽是行私 便吓得尿了裤子 他什么都招了 微臣也问了几句 巫蛊之事 是女流之辈所为 他确实不知道 但是 他与扎琪喝花酒赌钱 还听扎琪说 对于妃娘娘有不满 他们喝完酒之后 扎琪还说 要杀了田骏 这些事都说得有白有眼 想来不会有假 和扎琪在一起 我早就说过左路了 少结交这些胡缝够友 可这不是罪吧 夫人 左路帮您 把令妃娘娘给您的银票 交给扎琪 还帮您叮嘱扎琪两句话 其一 让扎琪把银票 放到银号里 尽快存着 其二 但凡有人要问银票的来源 让她说 是于妃娘娘给的 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那又怎么了 难不成 于妃给自己侄子银两 还要过一道您和令妃之手吗 还是整件事情 原本就是您和令妃所为 栽赃于妃 当然不是 你说不是 可左路说是 看来是左路不老实 咱们还是得对左路用刑啊 皇上 左路冤枉 他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他不是主谋 也是帮凶 还有知情不报的隐瞒之罪 也绝不能轻扰 皇上 进宝公公来了 皇上 这是从魏夫人的住处 用寿宫偏殿 佛刊底下搜出来的 小心点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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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这和魏夫搜出来的 是一样的 扎了这么多针 这得多恨皇后娘娘啊 伍阳士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皇上 魏夫你四个不是切身错的 魏夫人 这不是切身错的 皇上 快 老叫 老叫 慢点 老叫 老叫 慢点 慢点 老叫 老叫 快 快 都给本魏让开 让开 让开 皇上在里边等着呢 进轴 婉车 仔细找他开起 我 我和娘呢 我和娘呢 夫人快守不住了 您的弟弟也召了您和夫人 拿着银票给扎妻 存到银行去塞丧鱼飞的事 那 我就知道他靠不住 恶年非要让他办事 还好 还好他知道的不多 可夫人还在里边 他一个妇人 见不住吓的 皇上 皇后 遭不给茶饭吃早点 露出年来 您可得先把自己摘干就了 那 那本宫该怎么办啊 管他娘呢 舍出别人包自己啊 包自己 那不是别人呀 那是本宫的额娘和弟弟 当他们是欺人 他们当年是摇钱术 您快进去吧 记住 是个惊涕在根儿含冤 您得让皇上可怜恋 可怜恋腹中的龙胎呀 您可不想被一棍儿端了吧 好 走 额娘 额娘 额妃娘 您慢着点 您当心龙胎呀 额娘 额妃娘娘 额娘 您为何要背着女儿 做出这种不堪之事呢 额娘 女儿真不能相信 您到底为何要诬陷于飞 害死皇后娘娘的孩子 额婉妮 别人家糊涂了 您这么做 额为女儿不说 够会害了祖鹿啊 额娘 额婉妃娘 祖鹿还小啊 皇上皇后都在这儿呢 您真要是做了什么 就认了吧 主儿 您可千万别动了胎气 您肚子里可还有龙胎呢 额娘 想想祖鹿 千万别再糊涂了 额娘 皇上 是妾身糊涂 是妾身的罪过 你有什么罪过 这一切都是妾身的罪孽 这一切都是妾身的罪孽 皇上明察秋毫 妾身无可抵赖 可这件事和左路 临妃娘娘无关 临妃娘娘身怀六甲 妾身做的这些事情 她都不知道 左路更是蒙在鼓里 她是个糊涂虫 只听妾身的话 她什么也不知道 本宫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这么做 若是令妃 倒有争宠作孽的嫌疑 令妃争宠 她拿什么跟你们争宠 她就是个窝囊废 要不然 也用不着我这个老太婆 替她操心 咱们出身非贱 可你不能由着她们 瞧不起你 处处作践你 欺负你 你嫉妒失宠 也是皇后使的手段 你就是个软蛋 你就是个蠢货 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薇娘 咽不下这口气 放肆 令妃得宠失宠 跟皇后和十三二哥 有何干系 你自己生性恨毒 偏要扯上旁人 于妃也是受你指使所害 但本宫倒不相信 你有这个本事 勾连内外 皇上 一人做事一人当 扎起是妾身指使 与妃娘娘是妾身所愿 皇后娘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妾身买通田姥姥所害 这些都是妾身做的 妾身甘愿付诸 可是皇上 皇上 这件事你妾身的儿子做了无干 也和丽妃娘娘无关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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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罗宫为者 须得严惩 皇上 贵阳师 谋害皇寺 即刻拖下去 死毒酒 折 皇上饶命啊皇上 起来 皇上 皇上 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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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皇上 前 主 皇上 令妃动了胎气 怕是要生了 令妃即将离开 先把孩子生下来 再继续查问 皇上 皇上 皇上我们的皇子 令妃 你要是心虚害怕 皇中的孩子生不下来 朕饶不了你 臣尽怨枉啊 带令妃出去 爹 慢点儿 您保重 慢点儿 您的精神老了 马上就到了 皇上 您坚持住 皇上 我坚持住 快去追一追 皇上 我坚持住 北家 北家快 主 只要产下皇子 一切就会有转机的 主 快 快 北家回宫 快 坚持住 坚持住啊 快 坚持住啊 皇上 那臣戒去盛行司 把于妃接出来了 于妃无端 受此冤屈 是该皇后亲自迎接 才可平息流言 是 主啊 主啊 坚持住啊 主啊 主啊 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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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主 燕白在往日的情分上 您就让主和魏夫人 再多说两句吧 求你了 求你了 求你 好吧 不過你们可得快着点 否则我们的脑袋也得丢 让他们道个别吧 怪可怜的 好的 放手 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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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儿对不住你 霓儿没有保险你 你为了你自己 连亲娘都可以要邪 早知道你为靠不住的 左路是咱家唯一的难定 唯一的血脉 你给额娘记着 无论如何都会抱犬坐落 护着它 就像护着你肚子里的这块肉 额娘 我答应你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但不得先帮着我自己啊 是李淳 是额娘淳 额娘 额娘 我算是看清楚了 有尽手段 不如专心对付一个 皇后 除去她的孩子算什么 她依旧是皇后 还不如一了百了斑倒 你一定要夺了她的皇后之位 让她生不如死 领主 可拖不得了 你也得留着奴司的脑袋 好为您消利啊 夫人 对不住了 叶婉 和娘 和娘能帮你做的 只有这些了 夫人 叶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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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和娘的话 叶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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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你接着 主 报太医来 主 报太医来 起舰 快 你坚持住啊 快 你坚持住 主 主 奴婢来了 主 主 主 严欣 主 可以出去了 皇后娘娘在外头等着您呢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姐姐是信我的 走吧 姐姐 走吧 姐姐 这些日子 你也不太好受吧 撒网捕鱼 总比任人鱼肉要好得多 我听叶欣学舌 似乎是为了巫蛊之事 用寿公误蛊是真 但终究 也不过是个影子 他们算计了这么多 来对付本宫和你 心思之深沉 想来也让人沉默 只是 枉死了姐姐的一个阿哥 才陪见了他额娘一条命 真的是太不上算了 方才听令妃和他额娘说话的情形 总觉得 这事不是他额娘一人所为 令妃绝对不是无辜的 这令妃真是心狠 他真心舍得他额娘的命 这事必得再查下去 否则对不起佣景 这事必得再查下去 梦 我 我叫佛祖陈天一 我求求你们了 都睁开眼睛救救我们领主吧 好 保佑他顺利生真 求求你们了 我再求求你了 好不好 请证公公 请证公 怎么样了 还是生不下来啊 这老夫人突然去世了 对主打击太大 这一胎还是难了 投胎式呢 往后就好 往后 谁还敢说往什么往后 主能生下皇子 到处自己就不错了 只要能生下皇子 就能东山再起 你快进去吧 我自当替皇上在这儿 守着等消息 好好照顾主啊 有竹 令主你一定得顺利生产 母子平安 小白呀 求福小白呀 野心 竹儿 令妃生了没有 说是投胎不太顺利 听这声还没生下来吧 令妃娘娘 怒婢 奴婢来给您报喜啦 令妃娘娘 令妃娘娘 夜心姐下 您怎么来了 令妃娘娘 夜心姐下 您不能进去 错了 这产房血腥啊 我能进你 你不能进 在这儿候着吧 不是 夜心姐下 您真不能进 令妃娘娘 换水换水 您就慢一点 令妃娘娘 奴婢给您请安了 令妃娘娘 奴婢是来给您禀报一声 魏夫人已死 左路发配边疆束手 真是可怜哪 一个好好的老夫人 死了都没人送终 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府里 而且左路能不能活下来 都不知道啊 你先干什么 随便娘娘 您听见了吗 滚 你给我滚 那奴婢先退下了 这慢慢生 慢慢生啊 你拿着干什么 把它给我轰出去 慢慢生 主 主 您可出来了 您快请吧 靖庄公公 还在这儿候着呢 你慢慢等着吧 这里头啊 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 我先走了 你没事了 没事了 你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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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快快快 快快快 快了快了 娘娘 您再憋口气 坚持一下啊 金钟公公 您都等了一宿了 您要不歇会儿啊 您喝点茶也行啊 金钟公公 别儿急 坚持一下啊 娘娘 快了快了 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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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来日的指望落地了 嗯 来 我妈 杀个吗 杀个吗 累死我了 忙活了一天一夜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了 结果还是个公主 哎 公主啊 嗯 公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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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平安生下来 娘娘大红止住了吗 总算勉强止住了 可令妃娘娘也伤了身子 怎么就伤了身子呢 哎 令妃娘娘 因这场大红出得不轻 公体受损 恐怕两年内不能再遇洗了 否则勉强生育 孩子也会因体弱而难保啊 先不管什么两年后了 先保住眼下再说吧 嬷嬷您快进去了 辛苦了 好好好 好好照顾令主 公主 公主 公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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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皇上 皇后娘娘 颖妃娘娘 令妃娘娘生了位公主 是个公主啊 平安吧 回皇上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 但是最后承蒙皇上必有 母女平安 齐公主平安就好 皇上 齐公主长得可爱极了 一双大眼睛像极了皇上呢 皇上可要去瞧瞧了 朕就不去勇收宫了 颖妃啊 朕知道 六公主没了之后 你一直伤心 朕把齐公主交由你养育 朕得空 会多去瞧瞧齐公主的 臣妾 皇上知道 臣妾一直不喜欢令妃 况且我与她同在妃位 按照规矩 臣妾能抚养她的孩子吗 李玉啊 传臣旨意令妃耻夺封号 将为答应 这 颖妃 你养答应的孩子 也没什么不妥 皇后 你以为如何 颖妃可以养育七公主 自然是好事 皇上 魏阳氏害死永锦之势 臣妾始终不相信 是她一人所为 如今未答应也身产了 臣妾还恳请皇上 允准臣妾继续调查此事 好 无论如何 七公主 先交由隐妃养育 等到皇后查明此事 朕再发了未答应 臣妾谢皇上 朱儿 您看哪 这小衣服多可爱呀 七公主穿上一定好看 朱儿 这件衣服 还是庆贵人给公主做的呢 这孩子怎么总是哭啊 皇上口御 朱儿 给令妃娘娘请安 李公公 是皇上想见公主了吗 皇上是惦记着公主呢 但想着令主还在月子中 亲自照顾不便 所以特命奴才把公主带了去 公主刚落地不久 就要送去协方殿了吗 这公主还小 离不开额娘 还请公公 禀报皇上 能否再宽限几日 皇上疼爱公主 舍不得送去协方殿养育 打算给公主 找个身份尊贵的嫔妃作为养母 尹妃膝下无子 出身高贵 抚养七公主 再何时不过了 尹妃和我们主同是非位 尹妃怎么可以养我们主的孩子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您了 您现在已经不是非位了 皇上有旨 令妃 尺夺封号 将为答应 按照规矩 您身边 只能留一个太监两个宫女 其他的人 通通都得带走 我刚为皇上生下公主 皇上不能这么绝情啊 皇上没让您跟着卫夫人一起去了 就是无比宽人了 李公公 李公公 本宫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 怎么就成了旁人的女儿了 这不成啊 还请您帮我求求皇上 应非与我不母 怎么会照顾好我的孩子呢 还是怕公主留在我这儿吧 皇上 皇上 倒是想把公主 送去别的位分更高的娘娘们呢 可是有几个与您和睦呢 皇上顾虑着七公主的前程 选了颖妃 您若觉得不成 奴才这就去回话 您就敬听皇上的处置 李公公 皇上 这能没有旁的法子呢吗 没了 奴才 这就带七公主 去楚秀宫 跟我走 不 不 主 主 魏答应 您先好好当着答应吧 还能好好坐月子 痒痒身子 等皇后娘娘查清楚 十三个被害的事 您就有着陆了 走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皇上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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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呀太后 给太后开了呀 姑姑 太后还是不肯见我吗 太后能容你未答应 不是让你和你的额娘做这些恶事 太后如今潜心修活 听不得这些龌龊事 为答应请回吧 请太后联系我 太后恩终我去木兰渔场 即是对我的恩典 臣妾会对太后精心尽力的 太后要你做事 不是让你自作主张 还纵容你的额娘 谋害皇嗣 太后想想就后悔 您的忠心 太后受不起 魏答应 以后不许再来此宁宫了 求太后救救臣妾吧 姑姑 魏答应 如果在深夜惊扰太后 太后也不会容你了 我也是无尽可施 还没求太后的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叫人轰你了 关门 走 求太后恩绝 快走 走 姑姑 求太后恩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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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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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开 她 AA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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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去 明昇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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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我啊 明昇哥哥 魏大爷 明昇哥哥 救救你的燕王方 明昇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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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 田医成 田医成 田医成干吗对我 出发了 纯贵妃娘娘 这是内务府这个月的开晓 皇后娘娘说了 请您啊 帮着给看看 哦 对了 尹妃宫里养着七公主 你们平日里要多顾着些 皇上也说了 尹妃娘娘的分力啊 多一倍 那就要皇上的旨意办 七公主是尹妃的女儿 至于永寿宫里 那位七公主的生母 不必好好待她 这位心思狠毒 害了皇嗣 连亲娘都要陷害的女人 根本不配为人 是 是 这件事情 不必告诉皇后娘娘 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奴才明白 还有 何敬公主 马上就要带着小世子回宫了 这可是头等大事 你们务必安排妥当 何敬公主 可是皇上的掌上明珠 正 那 纯贵妃娘娘先干着 奴才告退了 何 我看你了 给公主请安 皇上已经在殿内 候着您了 公主请 皇阿玛 景色 来了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免礼 免礼 景色 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 这一别多年哪 都出落成大姑娘了 朕的景色还真是一点没变 乔皇阿玛说的 儿臣连孩子都生了 来 坐 景色 朕瞧你 越来越像你额娘 孝贤皇后了 听说你持家有方 在科尔亲部深得人心 朕很是欣慰 这次让你回京 是因为儿父色不疼 把乐珠尔坏了事 你不会怪朕吧 阿穆萨纳叛乱 儿父未能及时察觉平地 而被削绝 这盐雾军机本是死罪 这些年儿父与你不睦 朕更是不晚 但朕不能杀了他 不能让你年轻受寡 多谢皇阿玛体恤 儿臣早些年便常住京中公主府内 如今出了事 更不想回科尔亲部 皇阿玛留儿父性命 已经顾全儿父颜面 希望他知道悔改 儿父待你不好 朕的心里很是不安呢 去除儿臣与儿父也还好 后来儿臣生亲幼时 差点没命 也不能再生育 谁知儿父就忙着纳妾 从此夫妻勤薄 儿臣想以后能多跟在皇阿玛身边就好了 这次啊 召你入宫 朕就是想和你叙叙父女天伦 有空的话 把清幼带给朕瞧瞧 让朕看看外孙 是 儿臣会带清幼去长春宫 向和娘行礼的 好 好 记得给皇后请安 儿臣明白 不会失了礼数 好 这么大排场 是和靖公主吧 听说她今天回来 人家是孝贤皇后 低出的孤伦公主 咱们景元跟她嫡数有别 可差远了 看样子 她是要向皇后请安呢 近日和宫向皇后请安 咱们可别太迟了 嗯 今日和靖公主回来醒清 有许多新人都还是第一次见吧 在这一座 发现额娘在时的旧人不多了 真是感慨 淳娘娘 三弟如今还争气吗 谢公主关心还是老样子罢了 诸位弟弟面前我算是长姐 嫔妃的职责在于养育皇子好生教导 才可使他们成为国之动量 公主说得是 此次回宫 额娘在时的简朴气象经都改了 宫中风气 越来越迷肺 盛世气象 海燕和清 自然和皇上刚登基的时候 不能相比了 是吗 不过是人走茶凉罢了 好 嫡公主到底是不一样吗 便是皇后在您跟前 都不敢回嘴 她是季后 我是嫡公主 她敢在我面前摆几分的皇后夹子 皇后心机颇深 否则 她怎么会在孝贤皇后崩世后 都赢了这么多人 当上了契后 您就是再怨她 也别和她硬点 我不会和她硬点 但我也没忘了 当初是她来劝我远嫁克尔庆 若非我远嫁 额娘不会期婚了头师足落水 那么快就崩世 我也不会婚事不携 没有亲娘依靠 我过得不好 皇后也别想过得这般舒坦 皇后娘娘 这些日子奴才细细查完 包括宫中的杂役 有人看见王蝉在火场抱着一条狗 样子跟富贵相似 王蝉是魏燕婉的人 是 姐姐 我让叶欣 在接生嬷嬷当中一一询问过 有人见过 魏燕婉私下和田姥姥说过话 田姥姥也曾由王蝉传话 赵俊勇受工 将王蝉拉去顺勋寺考问 这儿 青天白日的嚷嚷什么呢 有 三宝公公 您这是 皇后娘娘找王蝉问点事 去趟慎行司 您这差当得好吗 您不也是搬差吗 是 王蝉 进了慎行司 您可老实些 有什么说什么 说错了一句 谁可都救不了你 走 走 说吧 在火场抱的狗 是不是富贵 是不是为他 让你先抓走了富贵 然后调教他仆人 不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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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那本来就是野狗 我是丢了一只出去 可 我是免得他在宫里闯户 再说 那绝对不是富贵 绝对不是 求求你放我下来吧 放你下来 你得说实话 我说 魏传 招田姥姥入永寿宫所为合适 当时魏答应还未生产 不会那么着急 招接生婆婆说话 嗯 我们主 我们主为你筹谋还不成 放 这么牵强的话 你也敢再实行私属 不说了不说了 用刑 不要 三王公苦饶了我们 三王公苦饶了我们 世子 抓我呀 世子 抓我呀 你等等奴婢啊 你抓不到 世子 你快出来呀 抓我呀 你们抓不着 世子你慢点 抓我呀 世子 世子慢点 世子你可别乱跑 世子 世子 有我的主儿 您怎么在这儿啊 叫奴才好找 出大事了 王辰被带进世行私了 什么 皇后定是要送王辰下手 差年害十三阿哥的事 很多事王辰都不知道的 怎么有他知道的吧 这 是 皇后抓走王辰 不是也会生出事了 皇后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靳超 求求您 想想办法呀 公主 别忘了 我再给你想办法 谁想不懂事的孩子 主 没事吧 这不是何静公主的独子吗 怎么也没个人跟着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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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怕我哪儿去了 世子 瞧这顽皮的孩子 可惜叫水里去 世子 世子 靳超 咱们要救了 真是几死人了 世子 听我向皇上求情 我才知道 回忆 开火 的 负责 没关 准准 快点叫人 好 猪猪 孩子 救命啊 快来人 有人坐死了 救命啊 快来人 孩子 快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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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我们家狮子的 狮子落水了 狮子落水里来了 快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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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快 狮子快来人 狮子快去ær埋 狮子 狮子快来人 狮王 狮子快来人 狮奶 快就来了 快 anterior 狮子快 这 快扶上来 我扶上来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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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坏了吧 快 狮子 狮子 保 self 狮子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救了世子 我们主魏大印 谢谢魏大印 淳淳 帮我救了世子 合金护士会 欠我一个人请吧 是 奴才给魏大印请个安 魏大印 您这衣服怎么都湿透了呀 不过换衣服的时间 您是没有了 您请吧 慎行司 王淳等着撤好您呢 带走 淳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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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不用 主 什么 这么多奴才跟着 心又怎么会落水 回皇上 公主身边的崔嬷嬷 是待人跟着她 但是世子顽皮 一时没有看住 不过好在魏大印 当时就在附近 正好遇见 救了世子上来 魏大印 是呢 魏大印产后 身子还没完全好呢 后来连衣服 都没有拉得积换 就被带进世情司了 清幼如何 太医正在看 公主寄得直哭啊 皇上 咱们去看看清幼吧 走 放开我 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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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睡熟了 幸亏清幼有惊无险 皇上和公主 也都可以安心了 皇阿玛 皇上 那个旧庆幼的魏大印 是什么人啊 儿臣本想谢他 却听说 他被送入慎行司了 他生母串通了 节省姥姥 害死了你十三弟 他手下的奴才 也似与你五妹六妹 致死有关 送他到慎行司 是要查问清楚 他是否牵涉其中 魏大印 若真有如此大过 皇阿玛该重诚 只是 皇阿玛向来赏罚分明 他救了清幼之事 应该受赏 至少 儿臣应该面谢 公主先照顾好 清幼要紧 为答应 有同谋谋害 皇寺的嫌疑 等查清楚了 您再谢他也不迟 皇阿玛 慎行司这种地方 您还是应该看着些 查问归查问 莫叫人言行逼供 冤了清幼的救命恩人 魏大印 我看您哪 还是聪明点 什么都招了吧 免得让奴才们 看您在这儿 受这种折磨 住 救我 救奴才救 救奴才 保诚 魏大印 奴才问您什么 您就答什么 在这儿 可别摆什么后宫主的谱 没您的好 您慢跑 您让王缠 咱招过田姥姥进勇寿宫 您还记得吗 我 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吗 不 我 我记得 我记得 淑妃临产前 皇后娘娘有运势 我都传过田姥姥 是吗 见田姥姥做什么了 我 我只是关系淑妃 和皇后娘娘生产之事 顺便打听一下 一位 然后自己生产做准备 王缠 你可没找淑妃生产前 未答应也招过田姥姥的事 怎么着 你这是用刑不够啊 还是道调的时辰不足啊 饶命啊 饶命啊 王缠 你说什么了 我说 我说 皇后娘娘有运势 初二昭仙的田老了 可是 淑妃那次 我真的不记得了 皇上有主 供词对不上 就可以对魏丹用刑 看来是用刑的时候到 等等 那 王缠不记得 也是有的 他一个下人 整日这么多差事 当然没有我清楚了 委屈未答应了 捆起来吧 是 谁敢动我 放开我 卓 放开我 卓 放开我 卓 卓 卓 我没做过 打死我也不会认的 为什么能够进来 又行 还有啊 动不动就拉嫔妃进盛行司 额娘在时可没这样的道理 朕知道魏答应救了清幼 你自然帮她 儿臣已经听了不少闲话了 说魏答应自在杭州行宫得宠 皇额娘就不满意 等后来 她又追去木兰围场 再获您的宠爱 皇额娘就用了板柱之行 儿臣觉得 皇额娘就是嫉妒 才借十三帝夭折之事发挥 欲除了争宠之人 你个公主啊 别开口闭口 就是争宠得宠的 皇阿玛 那儿臣 不也是受过额父这样的委屈吗 再说 按理说 儿臣是正妻 应该为皇额娘说话 可凭心而论 未答应得宠服侍您 也是尽她的本分 这没什么可指摘的 儿臣看 就是皇阿玛心疼皇额娘丧子 才这般纵容 你十三帝过世 是朕偏信了天象之说 委屈了皇后 此次的事情啊 魏大运的额娘 下了不少的黑手 皇后有所怀疑 也是理所应当 是 儿臣也听过天象之说 那儿臣觉得 不是虚言 青天剑不曾有错过 您看 额娘崩世前的天象 还有叔娘娘有孕时的说法 那都是应了的 再说了 皇额娘就认定 这主使的是魏大印 而不是其母 那儿臣就想不明白了 这世上 哪有舍出亲娘去送死的女儿呢 皇阿玛 儿臣觉得 无论如何 应该放魏大印出来 问问清楚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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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有旨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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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皇上有旨 放了魏大印 皇上有坏问你 您这模样还是先回去收拾收拾 皇上迟些会亲自去永寿宫问话 走吧 小心在今儿 珠儿 小心点 令珠儿 您听弄在跟您说 您熬过了刑罚 要死不认就行 一旦认罪就是个死 皇上回头问起话来 您也这么坚持就是了 明白吗 嗯 小心交底下 你说魏晏婉出了慎行寺 是啊 都说是皇上和公主的意思 魏大印在慎行寺受了刑 这会儿被静忠抚黑自己宫里了 娘娘 咱们要去看看吧 你让颖妃跟着去伺候皇上 是 赶紧 再去添几个火盆来 宫里只有这些黑炭了 我怕这些烟大熏着珠儿 我不怕雪 我就怕死 怕痴重 怕什么都没有了 珠儿 那我现在就去拿啊 皇上 皇上 皇上来了 皇上 皇上 臣妾 久未见您 臣妾向您请安 朕要谢你救了庆佑 景色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尔庆佛 可尔庆佛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弟孙 幸亏他无事 孩子无恙情好 皇上 我们主与世子从未谋面 却能不顾自己不懂水性就往下跳 却深秋水凉 又是产后体虚 却是难为我们主了 未答应真是喜欢孩子的人 怎么会害十三阿哥呢 皇上 皇上 不是奴婢要为自己的主辩白 而汉十三阿哥的事 确实与我们主无关啊 皇上 皇后娘娘娘娘 song辞 是额娘的国 add 也怪臣妾 从前在额娘面前念到臣妾与皇后不默 抱怨皇后不喜臣妾 还屡屡受其责罚 才使得额娘 忙撞之下 替臣妾出恣 只是皇上 额娘已经伏法 臣妾也受了刑 皇后娘娘要怎样才相信臣妾 并未参与其中呢 那你为何私下要见田氏 臣妾召见田氏 是因为臣妾头会有余 难免慌张 听闻田氏 是宫里最老到稳妥的 接生姥姥 才一早召见 询问生产之事 臣妾哪知 后来田氏和鹅娘 会做出那般勾当 那景寺之死 富贵是你让王蝉 抱去缩养的吧 皇上 臣妾与五公主合肝 应于颖妃和六公主无仇 为何要用王蝉 抱走富贵 去谋害五公主呢 那日景寺与永姬 换了衣裳 否则你要害的 不就是永姬吗 皇上 臣妾对天法事 绝无此心哪 皇上 您细想 臣妾无皇子 为何要谋害您的嫡子呢 这对臣妾又有什么好处 若臣妾生下皇子要争宠 这还说得过去一些 皇上 臣妾没有害人的理由啊 皇上 皇上 臣妾 以前是无知宫女 亏得您一手调教 才有所长进 难道 您一手调教出来的人 是如此心如神仙吗 你要相信臣妾呀 靳忠 奴才在 你去实行寺看看 如问不出什么 先让王朝回永寿宫吧 喳 可 给颖妃娘娘请安 皇上万安 七公主给皇上请安 皇上 臣妾想着您说了今儿要去楚秀宫用膳 就带着七公主来迎迎您 秦佑顽皮落了水 幸得魏大英救了她 朕就顺道过来瞧她一眼 也真是巧了 秦佑偷溜出去 偏魏大英瞧见了 偏魏大英跳水救了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 只是那个时辰 魏大英怎么会在那儿啊 朕就顺道过来 因此 今儿子会也应该有点 决定是 决定 决定 所以 呢 你